北檢今天9點第5度提訊柯文哲 今天柯文哲沒有戴眼鏡 臉色凝重進入 3個小時之後12點20分 還押北索 柯文哲套上了外套 我剛說兩個案子 拿兩個案子 第一個就是 到底朱雅虎說 省慶金付菜必如薪水 是否是真的 因為鏡周刊說 在上個禮拜耕財當中 朱雅虎拿著麥克風坦承 你知道嗎 鏡周刊很賊耶 你說他拿著麥克風坦承 就表示幾乎形同在現場 就有現場第一手的人告訴你 他們當時在坐鎮開庭的時候 講話聲音不夠大 還要拿麥克風嘛 大家才聽得到 他說拿著麥克風坦承 在2020年4月用LINE 傳說7個人捐了210萬的文字 給李文中 給蔡碧如 給秘書長張哲陽 一共給了3個人 結果呢 2020年8月 他又單獨傳一個LINE 給柯文哲說 我跟老闆講好了 碧如姐的薪水老闆會解決 好 那朱雅虎認了這點 那柯文哲認不認 如果是的話 那就形同用薪水 當對價期約行賄 另一方面再來看到 這個當然我剛說 USB當然要問了 如果是謝國良200是錢 那請問審慶金1500 是不是錢呢 那我今天再看到 今天就是有關於延壓的部分 10月24號會揭曉 為什麼10月24號 我跟大家講 因為柯文哲跟印小微 審慶金他們這次 檢方是要用一起起訴的方式 那最早被壓的是印小微 印小微是8月29號被壓 然後呢 審慶金是8月30號 那以最早的來說 因為你要知道嗎 他要先解決 你不能說好吧 那我分開 那就印小微弄 然後再來審慶金 再來柯文哲 可印小微弄完 如果印小微交保 他出去了 他外面就會串陣 所以他們一起做 也就是說大家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呢 那印小微的兩個月到期 是10月29號 10月29號之後 檢方就要申請延壓 最晚要在5天之前延壓 也就是10月24號 也就是10月24號 包括了柯文哲在內 你到底要不要延壓的話 那你就要提出來 可是你知道延壓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因為如果你期滿兩個月 沒有起訴的話 你一定會延壓 如果我現在起訴 也不表示你會放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沒有意義 你知道嗎 我今天就算把你 柯文哲都起訴完了 我不用放你啊 我這個橘子還在日本啊 我怎麼可以放你呢 好 另外我們看完這個事件之後呢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今天呢 我們說這個郭志輝 郭志輝部長哦 他是董事長出身 而且他是不錯的經濟人才 但我覺得他講話講太快了 因為我覺得你講話講太快的話 你說出去的話 就像是覆水難收 而且你不是第一次 我真的覺得 這跟你所謂的習不習慣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郭志輝10月24號出席 印太戰略智庫的成立酒會 就石板彌膚的那個活動 他就說台灣希望參與美日飛 推動的旅宋經濟走廊 有意到菲律賓設電廠 把綠電帶回台灣 他對美國在台協會 AIT台北辦事處處長 鼓勵嚴協助表示感謝 哇 這個講得很直接 比方說美國大力幫忙 結果呢 第二天他也沒有改口 他昨天也沒有改口 他說我們可以透過船運 或海底電纜 把電帶回台灣 然後今天在立法院改口 我跟你講 因為今天聯合報寫頭版寫非常大 然後呢 今天在立法院郭志輝部長就說 我抱歉啊 我不應該輕易在沒有形成個案之前 就跟大家分享這個想法 你看連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林戴華都質疑說 台澎的海底電纜光光 總經費160億 耗時13年 菲律賓長度又多5倍 你花費沒有上千億不行啊 你看這個海底電纜 從澎湖過來到雲林這個地方 台澎之間是67.9公里 水深只有一兩百 這個什麼 一千 這什麼寫我看不懂了 一千到一千二吧 然後呢 到這裡你看台飛之間將近400公里 海溝大概是兩三千公尺 所以你看這個長度真的是5倍 那我跟大家講 他改口的原因是什麼 我剛剛就跟您說了嘛 因為美日飛高峰會提到 旅宋經濟走廊最重要就是排中 抗中很敏感 第二個台灣現在綠電能源只佔10.6% 那燃煤最高40% 2030年希望綠電能夠達到30% 你現在講會人家覺得說你是不夠嗎 你為什麼要找菲律賓呢 還有一個他是講到澳洲 其實在2024年8月有這個做這個綠電啊 然後他就用這個相關的太陽能 他預估怎麼樣 他可以把這個所謂的多的電可以賣給新加坡 這些想法都是非常好 我完全也是贊成的 也就是說不一定我們缺電才要做綠電 可是問題是你既然講了是個漢子 就不要改口 你幹嘛改口呢 你改口以後搞的一副真的很250啊 而且今天在現場 等一下我們可以聽他說 他竟然說那是媒體要我講的啊 我聽到這個我差點快昏倒 我再看一下這個 小英剛好傳出來會訪美 美國媒體Politico報導 兩名支持人是說 蔡英文總統預計在未來幾週內訪美 那蔡辦表示沒有經過正式的報導 無法評論了 你可以看到他昨天網上已經抵達法國了 那當然這是在布拉格就配上了Jolin的音樂 我跟大家說啦 如果蔡英文總統真的要到美國去 我的看法是 是11月5號大選之後 因為他從歐洲回來時間已經非常緊繃 我覺得大選之後是一個可能的考量